好了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声音 我是不小心不知为什么会没有声音的 一定要说声,不好意思 待会你听重播的时候 我会剪掉那段声音 回应一下蜂友 不好意思,有蜂友留言 帕芒说的,一哥二哥 都拍了一些视频,叫人去投票 究竟这件事有没有效呢? 我老实说,这件事是没有效的 昨天陈国基接受 应该是电台访问 不是电台,他接受星岛访问 然后他回答了一句很有趣的 一个记者问他会不会委任 选不了落选的人做区议员 陈国基答得无铃两可 现在当然是叫其他人去投票 但他又包了底 陈国基那些又包了底 这个投票率又不代表什么 他就说了这些 但香港现在有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听到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选民 因为他们那一区 本来已经有区议员服务他们 但是 他们在做区议员是不能选的 就换了人 那些大党也是这样的 不单止是有些说 可能是民主派那些 民主派那些 因为他们可能连提名都拿不到 那些是另计的 但是你看看大党那些 好像民建联、公联会那些 有些议员在做的 他们没得选 那些人就开始问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些人拿不到提名 当然是他们党内有矛盾那些 这些是有的 还有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有些区议员 他们撑了几年了 其实他们是很惨的 有些区有20多个区议员的 理论上是 结果只剩下几个 是靠那几个区议员去顶住的 但是 那几个顶住了几年的区议员 是没得参选的 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那 《非日原来命》的共同体就说 投票率都拿来扮交道功课 我不知道他们想怎样 Rosselman说 太公分之于肉麦去老尾 其实这个情况我一定要先说清楚 我是会继续呼吁大家去投票的 无论如何也好 你们也不要叫人不要去投票 为什么你们不要叫人不要去投票呢 因为是犯法的 也不要叫人去投白票 这些是犯法的行为 所以 我一早就跟大家说 你一定要去投票 不过你听不听我说呢 就是你的事 我们要说清楚给大家 那 梅拉就说香港真的不得大 看看国家官员受到制裁 就是由外交部出来回应 这就是大国风范 有很多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我也要说 他们现在选择了去走这条路 用这种方法去处理 当然 他们有他们的做法 那 Wing CC就觉得这次投票率很低 其实他们也预认了 其实官员也预认了 他们都说了很多事情去包底 就是 投票率低也不代表什么 就是说了这些 但是其实他们做得很矛盾 有说不代表什么 但是就下了命令 就是叫公务员去投票 我只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听到公务员怎么说 其实公务员最不妥的一件事 就是现在 就是疫情期间 他们真的做了很多 本来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做的 做多了很多 好了 疫情结束了 就打完斋就不要和尚 因为那时候没有了区议员 现在就开了一些位置给区议员 但是就剪掉政府里面的人手 还有 那些立法会的政棍 就是去搞公务员的 其实是 又做什么KPI 那些 结果呢 政府真的听那些政棍说 真的做些无谓的KPI 明明已经做到一部剧 你还要加一些东西 下去 就说你做不到东西 其实公务员怨气很大 很多人都告诉我 我相信他们说的 而且 老实实 你跟我说 没有公务员离开的 潮 没有这样的事 我告诉你 如果有些官员敢出来这样说 我就告诉你 他们是说谎 不是单单公务员 还包括了医管局那边的人 因为有些朋友要做手术 就是在工营的机构那边做手术 在医管局的医院那边做手术 只是小手术而已 结果呢 就是 没有人走 本来是轮到他 要做 接着呢 有些细节我免得说 因为我会查到那个人 其实他 帮忙排期的护士 就是做的职员 不知道是不是护士 就跟那个帮友说 他在医院做了十多年了 在医院那边做了十多年 都没见过 是这么缺人的 就是手术做不到的 好 也多谢Ray Im的支持 NCT就说 我那个区没有一个息 其实问题就是 那些大党 像民建联、工联会那些 很多都是空降的 你留意一下 那些人根本不是真的 在一个社区服务的 我讲实情给大家听 其实有很多事情开始 大家都觉得不妥 大家都觉得不妥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人的责任 我告诉你 第一个要负责任的就是麦美娟 因为他想出一套 根本 没有办法提升到社区的服务 他想出来的这套 只是肥的症棍而已 还有那些大党 还有很不公道 就是我们知道里面有些事情 本来已经有人在做 心坚在社区里面 不让他们去选 就要找另一帮人去选 是这样的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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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当然是有些事情 究竟有些事情 我也不清楚 YZ 雷 雷 雷 这是我听公务员自己说的 我回覆述给大家听的 连自己人都不支持 好了 还要搞整色整衰 明明已经忙到吐了 还要抽个多钟去上那些堂 其实那些堂是毛家卫的 就是毛家卫堂的 就是看19年那些旧片 不要忘记19年那件事不是191年 不要忘记19年那件事 其实大家都想向前看 因为其实挑战就正在来 接着 有人不断叫公务员向后看 哈哈哈哈 你说是否贵不贵 Ray Wall就说 政府说得这么好 会不会有七成投票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ABCC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认识他 其实问题就是 党的操作也是找一些空降的人 本来在做的那些人 没得选 其实有些事情已经知道是乱的了 这样也可以 其实人们是问这样的问题 Pat Chan Wong就说 我可以做证人 因为在医管局里面 我认识很多人都很生气 他们做到死死下 还在咳嗽他们 他们说 那些垃圾议员在害香港 其实我也听过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 那些垃圾议员 为什么他们要搞医管局呢 他们说医管局的人是亡的 其实是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 成了一世的人 是可以将社会继续撕裂下去的 其实我认为有些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 我认为是 好了 Selfia Leung就说 找自己人去选 不管候选人 又没有地区服务经验 总之欠了议席 有钱落袋 最重要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看到有这个问题 一般市民都看到 你还硬叫人去投票 又说投票率不重要 其实人家自己在心里想什么 很简单 你做些事情不适合 人家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 正棍分裂员就说 逆线行驶 炒硬车 我就不知道 Sam吹说 不能选海报 还要去支持新人 没错 其实现在有些人很想 欠容很悲慘 没有办法 你问问民心的人 是否想做议员 当然想 做了这么久 心疼了这么久 还有 本来有些区议员是正在做的 他们都没有去參選 你留意一下 很多区都有这籍情况 为什么他们不去参选 没有一个敢出来说 拿不到提名 你看看 没有参选的人 不能说 拿不到提名 好像田二少爺所說 拿不到提名 其他人是不會這樣做的 說真的 如果陳博基說要委任 說委任那些... 這個荒島是離譜的 問一下委任會不會落選 其實現在政府最應該委任 就是本身已經在做區議員那群人 政府是應該委任那些人的 他們跟社區是有一個聯繫的 你不要理會他們的政治聯繫是什麼 他們對社區一定有貢獻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區議員走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他們還留在服務那個社區 我告訴大家一個實情就是這樣 如果政府不去委任 現在正在做但是沒有去參選的人的話 其實大家心裡的氣都不相信 我告訴大家一個實情 真的 也是的 那芳芳就說拿不到提名 那你就要自己反省一下 其實 我也說過了 之前是有傳聞某個大黨的大哥發了聲的 就是 除了自己的黨 其他人去問他拿提名也不給 一概要不給 是不是? 那 Kwon Jennifer就說 看片前還恐嚇不可以把內容說出去 有可能觸犯刑事責任 那問題就是 那些東西每個人都看過 19年那些片子在一起而已 其實內容就是這樣 具體的內容就是這樣 那 覺得很多人都很浪費時間 因為其實已經忙到吐了 那些政府部門裡面根本就不夠人 其實那些政棍就 太多擁援了 就是在立法會那裡 因為他們不用開會都可以通過嘛 那就是大把擁援了 好 好了 區議會那裡 那些議員只有二十幾個 只剩下幾個而已 就靠那幾個做事的頂住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老實說 沒有走到那些區議員 沒有走到英國 沒有辭職那些 根本就是頂住區議會的運作 以及民政處 以及政府部門的人 頂住整件事 好了 你現在看看 這樣頂住了幾年的人 有誰是可以再出來選的 你自己留意一下 在區議會那裡 自己看 是不是? 你自己去看 所以陳國基他講的 我覺得奇怪 就是 落選的人都要委任 你倒不如 委任一下 這樣才叫公道 你明白嗎? 委任一下 頂住了幾年 他沒有收多錢的 譬如他有兩個助理 再加上自己的薪金 他沒有收多錢 照樣做多了很多事情 那些區議員 老實說 有一部分 也不讓他選 應該說是不讓他選 或者 你改到那套制度 令他輸的機會很高 其實事情就是 他沒有一個直撥率去選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拿不到提名 我只是說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是很糟糕的 這件事情 現在搞到這樣的樣子 其實我不認為是中央 下命令要搞到這樣的 是香港那些人自己搞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人一定會把這件事情 推進中央 是中央要我們這樣搞的 老實實我不相信 因為 有些事情 或者你說要篩走那些 不是外國的人 不是外國外港的人 這個是要做的 但是 情況就是 現在本身已經在區議會 沒有被DQ 沒有辭職那些人 已經某程度上 驗證了他們是外國者 但是為什麼他們拿提名 都這麼艱難 是不是 那算了 有些事情我講到這裡 不是說 政府做的事情 就是百分百錯 不過有些事情 他們要做些事情去補救 就是我認為是 尤其是 因為大家的選民 真的關心社會的選民 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在我的區 現在還在服務 陪了我們經歷過去幾年動盪 由疫情和其他事情的議員 為什麼不去選 為什麼不能去選 一定是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那些 大黨的領導人 都沒有想過怎麼回答的 我認為是 他們現在覺得 就是我大石炸死蟹 我們擺什麼人 你都要投給我們 或者我擺什麼人 我們都會贏 其實一般市民都會想事情 我告訴大家 實情 一般市民 他們不是沒有判斷能力的 他們是會想事情 明白嗎 不是做什麼想事情 而是大家也會想想 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否對 人很簡單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算盤 究竟你們現在一群人 正在做的事情 是否對 在市民心裡有把稱 也有算盤 也感謝邀湯汪你的支持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有些事情 我當然希望 有政府內部的人聽到 如果真的要考慮委任人 其實最重要的 我認為第一件事就是 要委任現在正在做的區議員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些區議員 也沒有參選 有很多人 其實他們沒有參選 已經令人想了一件事 就是 是不是你們這些人不給提名 他們 雖然我不能夠說 這是百分百的原因 因為有其他原因 其實我想到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你的選區大了很多 你的選區大了很多 對於沒有背景的候選人 他們根本不可能贏得 我講過這個實情 本來就是一個小選區 就是區議會 區議會是一個小選區 有什麼好處呢? 那個區議員 就是做一個地區保障 嚴格來說 做一個地區保障有什麼好處呢? 你認識我我認識你 大家知根知底 這就是那個優點 麥美娟搞的事情 就放大了選區 其實選區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半個立法會的選區那麼大的 有些地方是 你一個沒有政黨背景的人 根本就選不了 現實就是 這件事情跟我認為 中央想要的香港是背道而馳的 為什麼呢? 我認為中央是不想香港有政黨的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這件事情我十幾年前已經聽過一些 在內地的人說的 他們當然是有些見識的人 其實根本現在 香港為什麼會有政黨呢? 就是因為 要抗衡民主派的人 好了,民主派的人都死了 為什麼還要有建制大黨呢? 你是沒有必要的 還有現在你看看建制大黨做的人 做的人 其實你看到很多人是有私心的 明明做得好的人 在那個區域 頂了幾年的人 你可以把他踢走 然後還要叫他出來拍照支持新人 你說一般市民 如果有同開建制派的區議員 接觸的時候 會覺得多深寒 原來你們有這樣做事 那就太過分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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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通也感謝你的支持 很多人 那麼 那麼 周小就說有黑哨 這個足球術語 其實 他們 不是找 我覺得不是找黑哨回來 而是他們制定的一套 遊戲規則 是本身已經想錯了方向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不過這個一直都是我的看法 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根本 其實大家 我講的東西 其實很反映到 大家市民看到的東西 為什麼呢 就是 你的區議員 有很多 離開了議會的 因為他們 當然是犯事的 那些 就是靠剩下的人 是頂著當事的 然後還有就是 靠政府的公務員團隊 其實大家是看到的 公務員團隊 和民政署 和其他部門的人一起做 一起做 一起搞定 當然你說政府是否做得百分之百 當然是不好 有些事情 就是 政府是很官腔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那些區議員 可以讓政府沒那麼官腔 其實又不行 因為他們根本有很多制度 如果你說那些區議員 可以幫人搞突快上樓 其實這個是搞到另一套 不公道的事情出來 為什麼要有一個官僚的程序 就是想事情比較公道 是不是 你要跳過那個程序做事 那很多時候 你結果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不公道的 我說過實情 好了 現在這樣搞到 那些官員 每個人都要出來 叫人投票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是 那些局長 全叫人出來投票 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大家 很簡單 我叫人投票 都沒有用 因為那些網友說 我都看不到投票有什麼意思 他就是這樣 我都沒有辦法回應他的 他很認真地說 真的不妥妥 不妥妥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Big Fact的話 也不知道那些區議員 做過什麼實事 要人投票 他們 坦白說 你看看那個選舉信息 很好笑的 現在他們有派一些選舉信息 其實是我們的朋友 拍照出來笑的 那些選舉信息 說誰是誰支持他 誰是誰支持他 但是沒有說政綱是什麼 又沒有說為什麼要投票他 只是說他有誰支持 有些更好笑 誰是KOL支持我 KOL什麼什麼什麼的 最後 你看到這些 整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是不是 好了 那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在你家裡 一起去 我去找什麼 你去找什麼 我幫我找你 在你家裡 在你家裡 我家裡 從來 我去找你 你家裡 在你家裡 你家裡 我家裡 你家裡 我家裡 我家裡 你家裡 by bwd6 by bwd6